蒸汽火車曾經是俄羅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承載著歷史與歲月 因為鐵路的現代化 在消失了五十年之後 現在蒸汽火車又回到了俄羅斯 在每個星期六早上 蒸汽火車行駛在連接莫斯科 和聖彼得堡的路線上 乘客不僅能欣賞窗外美景 還有濃濃的復古風情 在白雪挨挨的鄉鎮間 從遠處駛來一列火車 冒著白色的蒸汽 彷彿童話中的場景 蒸汽火車在俄羅斯 消失了五十年之後 現在又重新步上鐵軌 不論車廂內外 瀰漫著滿滿的懷舊風情 恢復行駛蒸汽火車的路線 是在莫斯科西北邊的 伯洛戈耶和奧斯塔什科夫 兩個小鎮之間 這條路線建於1907年 連接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在二十世紀中 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鐵路 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倖存下來 但因現代化火車的使用 舊鐵道漸漸沒落停用 卻也使得它保存至今 幾乎沒有太大變化 經過俄羅斯鐵道愛好協會 不斷地請願活動後 終於說服俄羅斯鐵路公司 重新啟用舊鐵道 及復古的蒸汽火車 俄羅斯鐵路公司 在莫斯科博物館中 仍有許多可使用的蒸汽火車頭 儘管大使長米凱爾在軌道上工作了二十多年 也必須從零開始學習列車操作 才能駕駛蒸汽火車 行駛伯洛哥耶和奧斯塔什科夫之間的路線 約113公里長 票價約140台幣 蒸汽火車是俄羅斯歷史上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近幾年來老式蒸汽火車 而在俄羅斯各個地區越來越受歡迎